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您分享跟Candy有關的片語 OK,那麼本期並不是分享如何去吃糖果 我們主要分享一下有關於糖果的幾個常見的食用片語 第一個,Eye Candy Eye是表示眼睛的意思,Candy是糖果 當你的眼睛裡有糖果的時候,這個時候你的眼睛是不是在放光呢? 所以這個片語的意思是指好看的人或者是好看的東西 但是它也有貶義的意思,也可以指中看不中用的東西 或者是滑而不實 例如,Look at the clock over there, she's such an eye candy 看一看那邊的那個店員,它真的挺好看的 Number 2,Like a kid in a candy store Kid是表示小孩的意思 從字面上來看是說,就像一個小孩子在糖果商店 你想想看生活中,如果我們帶小朋友進了糖果商店 這個時候小朋友是不是非常喜歡想要買糖果吃呢? 甚至是會很瘋狂失去控制 所以這個短語的意思是說,非常的喜歡某個事情 或者是對什麼什麼很感興趣 例如,I was like a kid in a candy store when I read this novel 當我閱讀這本小說的時候,我就對它非常的感興趣囉 第三個,Candy coat Coat是表示外套的意思 它也可以作為動詞表示覆蓋 也就是糖果覆蓋上的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因為我們上一期有提到說,Sugar Coated 是指糖衣包裹的 那它的動詞形式也是Sugar Coat 所以他們的意思都指覆蓋或者是掩蓋 OK,第四個,Arm candy 這裡是指手臂糖果嗎? No, no, no 我們前面有提到過,Candy有表示美好的人 或者是美好的事物的意思 所以這裡Arm candy是指掛臂美女 那什麼時候我們會用到這個詞呢? 當你去參加一些派對或者是舞宴 或者是一些場所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一個伴侶 那這個伴侶不一定是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你的妻子 這個時候他就會是你的Arm candy 例如 A lot of people are looking for their arm candy at the party 在這個派對上很多人都在尋找他們的伴侶喔 OK,the last one Like taking candy from a baby 從字面上來看是說 從嬰兒的手裡面奪走糖果 這樣是不是有一點很殘忍? 但是對於我們大人而言 這其實是一件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這個片語的意思是指 輕而易舉地完成某事或者是做成某事 例如 Passing the final exam was like Taking candy from a baby 通過了新墳考試 簡直就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喔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去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如果想接觸會不定的新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Calvin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我們下次有空再會囉 Bye